每年6、7月份是樣蟲病耗發高峰期 台灣目前是以花冬發生率最高 為了落實樣蟲病的防止 台東縣委託台灣大學團隊進行樣蠻監測調查 發現樣蟲主要是寄生在老鼠身上 呼籲民眾做好居家環境衛生還有滅鼠工作 在野外活動也要做好防護來降低樣蟲病的發生率 天氣越來越熱 常見的傳染病也正在蠢蠢欲動 尤其是會傳染樣蟲病的樣蟎 更需要特別小心 每年6月到7月是樣蟲病耗發的高峰期 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 今年截至6月9號 全國的樣蟲病有31例 其中台東就累積了8例 本縣的分布象徵是以台東市3例最多 其次在泰馬里、北南、陸野、蘭嶼、東河、達人鄉都各有一例 那這個感染的職業的這些個案都是以物農的斬罪多數 那樣蟲病主要就是經由樣蟎叮咬而感染的 而樣蟎都寄居在老鼠身上 並且之後這個樣蟎就停留在這個草叢上面的四肌 要攀附在人體上面來使我們被感染 樣蟲病是透過樣蟎幼蟲傳播 氣溫越高 樣蟎活動也越頻繁 常停留在草叢中伺機攀附到動物或者是人體身上 經由叮咬而感染 為了做好樣蟲病防治 台東縣委託台大團隊與縣內發生率較高的台東市 北南鄉及蘭嶼鄉進行樣蟲病調查 在這個季節 在耗發季節的時候 我們要加強居家的環境衛生 像滅鼠啦 或者是在野外 或是在農地 我們進行草叢裡的活動的時候 要做一個好的防護 目前沒有什麼好的預防方式 就是用這個防護很重要 台東溫山局也提醒 樣蟲病通常潛伏期約9到12天 如果身體發生持續的高燒 頭痛 背痛 二寒 倒汗 淋巴結腫大等症狀 應該立刻就醫 也建議民眾從事野外草叢活動時 除了穿著長袖長褲 長靴 及手套等保護性衣物外 離開草叢後 應該立刻洗澡 換掉全身的衣物 避免樣蟲附著叮咬 記者 楊子萱 台東市報導